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把程序的框架搭建起来 前两小节我们讲到了应用协议的设计 应用协议的设计呢 是系统到系统之间的接口 又讲了程序接口的设计 程序接口呢 是程序内部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口 实际上我们采取的是一种 自顶向下的这样一种设计方式 我们设计应用协议和程序接口 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的 需要哪些内容 需要哪些返回哪些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先把它勾画出来 接口的内容包含了我们主要需要的一些数据 请求数据返回数据 那么后面要进行改动的 也是进行局部的小单的改动 主要的数据元素都有了 这一小节我们把程序的框架搭起来 就是搭一个空的架子 然后后面在这个架子里边 填写内容 根据前面应用协议设计和程序接口设计的分析 我们需要填这四组 投文件和原码 第一个呢是签名和验签这个模块 需要一组投文件和原码 我用EX打头 3.H EX3.C 另外一个呢是验签一组 也是投文件和原文件 还需要一个EXMessage 这个是进行应用协议报文解析的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中 我们把从客户端送上来的应用协议 解析到一个结构体里边 供程序里边使用 还有一个模块呢是 Pub 就是放一些公共函数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先把这几组文件给加上 比如我添加一个新的文件 我先从投文件开始添加 我是用的EX打头 EX前缀都是我们自定义的 那么EX.H 添加完以后 那我就先去 我先找到http.h 这个投文件 先把里边内容烤过来 为什么要找http这个模块呢 因为我们应用协议 实际上和http这个模块 是位于同一层 只不过是在http这个模块里边 调用了签密与验签的处理 但是基本上位于同一层 所以它的这种依赖性 需要的一些酷 都和这个比较相近 所以我考http.h这边的原码 我先考过来 先把一些不要的内容使 这儿先存起来 存到include模特下 我们称EX.H 好 这个时候他问你是否加到项目中 我先是 我们先把一些不要的内容给删掉 这个地方改个名 那么就是 sign 中间这些一些长量 我们先不要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包头 包的头文件 头文件实际上 这个地方包虫的 我们先把它删掉 中间的函数 删掉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模块里边 我们主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做签名 做签名 根据上一集的 那个程序接口规划 我们生命一个 签名的函数到里边 这个就是函数的生命 好 我再给它加一个 我这里再加一个注释 添加头文件以后 我们就添加点c文件 这里再新建一个点c文件 也是ex3.c 好 我还是把http 某块那个 那.c文件 考过来 mk http.c 我还是考这个 然后粘贴到 这来 这样的话 我包的头文件 就不会出错 好 我存到这 存到src目录下 添加到项目里边 还是先把这些 不要的删掉 好 头文件部分呢 头文件部分 我保留 这个地方还得加一个 英文录的 我们刚才加的那个 这个同一键加进去 好 然后把中间的函数全部删掉 这些函数都是http模块的函数 我们先把它删掉 我之所以 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删 就是避免删错的那种情况 再把我刚才定义的那个函数 考过来 我先留一个空函数 返回0 好 那么这个src目录就加好了 那其他解签 还有公共的 还有报文解析的模块 也像这样加 加好以后 然后我们上传到 我们服务器上去编译一下 实际上这个地方 我已经加好了 我先把它烤回来 这个是我已经加好了的部分 我先把这个烤到我们原码目录下 烤到src文件 烤到这个下面 我把刚才加的那个替换掉 然后把头文件也烤过来 投文件 四个投文件 烤过来 烤到include下面 再添加到项目工程里边 好 那个文件添加进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添加的 ex打头的 刚刚看了sign 我们来看一下 印签verified 现在也是留了空函数 message这边 message这边呢 定义了一些结构体 这个是用来存 从客户端送上来的报文 转换出来结果的 这个稍以后我们会再说 这个message.c里边 我们也加了两个空函数 好 现在我接下来要改的是 configure那个文件 也就是生成makefile的脚本 我在这个文件里边 把我刚刚新增的四个 四个模块添加进去 实际上这个地方我已经改过了 ex verify这些都有 然后就是message pub这些都有 好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文件 上传上去就可以了 我先把configure这个文件 上传上去 然后再把src里边 我添加了这几个文件 上传上去 再把新增的头文件也上传上去 上传上去以后 我先看一下 你能看到exgex打头的 这就是我添加的 好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来编译一下 先执行configure这个trace 好 configure执行以后 我重新编译一下 编译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加的几个原文件 实际上已经生成了.o文件 说明在编译和语法上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就是在这些c文件里边 添加签名验签的代码